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布置地震观测系统采集得到的原始地震数据 经过实类计算机处理 处理后的地震数据就要进行地震资料解释 为什么还要进行解释工作呢 这是因为数字处理以后提供的大量的地震泡面 或三维数据体 这些资料里面包含了许多的地下地质信息 还需要从地震资料包含的大量信息中 找出与油气有关的信息 那么什么叫地震资料解释呢 简而言之 地震资料解释就是把经过采集和计算机处理后的地震数据 转化为地质信息的过程 也就是由已知实际观测的地震数据 繁衍地下地质特征的过程 因此地震资料解释也可以说成是地震繁衍 我们应用数字处理后提供的大量水平叠加泼面 偏移泼面或者三维数据体等地震资料 再结合地质、转井、测井等资料 应用解释工作站等现代科技手段 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模拟计算、反复对比 最后给出比较符合地下实际情况的认识 并将这些认识绘制成图符和图表 最后写出研究报告 地震解释的英文是Sesmic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意味解释 也是翻译的意思 解释员的英文是Interpreter 地震资料解释相当于把地震数据 翻译成地质信息 要想翻译准确 取决于地震数据的质量 和疑源的地震、地质理论和时间水平 地震资料解释 同医生对核实共振、CT或X射线成像的资料 进行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也有一些差别 医学成像数据是在一个可以控制的环境下得到的 而采集地震数据时 野外环境是不可控制的 另外 医学成像检查的人体器官的位置 基本是固定的 器官大小也是相似的 而地震勘探的地下目标 是未知的 变化的 因此 地震资料解释的难度和复杂性 要比医生对医学成像资料的解释 大得多 根据地震资料内型不同 地震资料解释有不同的说法 反射波地震资料解释 折射波地震资料解释 横波地震资料解释 VSP地震资料解释 二维地震资料解释 三维地震资料解释 四维地震资料解释 等等 如果不加特别说明 地震资料解释都特指地面反射波地震资料解释 包括二维地震资料解释和三维地震资料解释 根据地震资料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地震资料解释 归纳 地震资料解释 没有反应 或者是很难分辨的 只有野外采集和室内处理 进一步提高分辨率 或者出现新的地震勘探技术 才能分辨 第二 相同的地质现象 可能有不同的地震响应 比如断层的特征 在不同的地层和地区 地震响应特征是不一样的 第三 不同的地质现象 可能有相同的地震响应 比如三角洲沉积 和水下冲击散沉积的地震特征 可能就是相似的 第四 地震资料上可能还存在噪音 由于野外地表条件 和地下地质条件的复杂 导致经过室内计算机处理后的 地震资料上 还残留着噪音 需要趣味成真 第五 地震资料上还存在一些 非地质因素引起的假象 比如吸收衰减 补上不合理导致的地震政府的异常 第六 地震数据未能完全成像 由于地震成像方法本身 或者是地震速度模型建立的不合理 导致地震偏移等成像处理结果不够完善 第七 地震资料是对地下特征的间接反应 地震资料本身存在多解性 需要结合其他地球物理资料 测井资料 结合已知的转井和取星等直接资料 综合进行解释才能得到合理的地质结果 第八 目前地震资料还达不到完全直接找游的境界 由于油漆厂的行程 需要深 杵 盖 圈 运 保等多种地质条件 地震资料可以解决其中的大部分地质问题 但是还要综合其他地质资料后 才能提供最佳的状态警卫 供地质家参考或者是决策 因此 经过地震野外采集和室内处理得到的叠加数据 偏移数据和各种属性数据 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地下地质构造 地层等特点 但还存在一些假象 需要运用地震波的有关理论 进行分析 对比 趣味成真 地震数据本身还不能直观地表达地质意义 还要通过构造成图 地震程序分析 地震项分析 和储存预测等工作 取得地质成果 地震数据本身还存在多解性 还需要利用其他无碳地质和赚紧资料 综合进行解释和分析 才能取得丰富的地质成果 下面我们看一段 进行地震资料解释的一个短视频 希望对大家理解地震资料解释 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进行地震资料解释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镜与点点栏目